好 主播各位观众 电影池是来关心金华权的案件 我们现在人就在台北的记点数 今天上午九点多的时候呢 其实北减是首度来提去前台北市副智商彭震轩 来到这个北减进行训问 其实呢 因为他在这个月二号的时候呢 是涉犯贪污图利的这个罪嫌呢 是遭到积压禁件的 那么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是走在整个队伍的最后面 那是由法警呢 来到 带着他进到这个地检署 您可以看到呢 他的整个身形呢 是明显憔退了许多 而且呢 他是穿着外套 并且呢 是穿着蓝白拖 双手甚至还是被上铐的 那是自己呢 来步入北减 那他在这个月二号的时候 是涉犯贪污图利的罪嫌遭到积压禁件 虽然说他的律师呢 是有来身体提告 表示说这个彭震轩因为身体不舒服为由 所以呢 是没办法积压 不过呢 法官最后还是裁定认为说 他人 他这个犯罪嫌疑重大 因此是有这个篡政 灭政 以及逃亡之余 最后还是裁定来挤压禁件 毕竟呢 他在这边简连讯问说 他其实面对这个检察官 以及法官的说法 都是说他整个对于金华城案子 都是由这个柯文哲指办 并且呢 是他只是负责听从 来做这个事情 并没有任何贪污图利的可能性 不过呢 法官是不这么认为最后裁定 我们来持续关注的是柯文哲案的最新发展 尽管柯文哲不提看告之后 检放动作还是频频 今天早上的时候 他特别又在提讯了 当时的副市长彭震生 但是比较诡异的事情是 不到30分钟的时候就结束了 彭震生现在已经还押到台北看守所去 而今天的重点会不会就跟所谓的金流是有关系的 尤其是这个所谓的汇款 留到了彭震生这个地方 还有留到哪里去呢 以及相关的证词彭震生会不会咬出来呢 未来可以关注 好 不过今天大家更关心的是 今天早上周刊又一连报道了好几篇的报道 我们直接为大家懒人包做一个整理 关键就在哪里 这几篇的报道只剩一件事情 就是关键的三个账本 其中包括了 沈庆金威金集团的行贿账本 第二本是关于木可金流账本 第三本是关于柯文哲的私账的账本 我们一本一本带来看 其中第一本是沈庆金的账本 里面有写到 他说这个威金集团 他总共编了两次的公关费 总共金额4.3亿元 目前有抓到金流 是应小微的金流 应小微的金流 里面总共有4500万 他分别是用八家公司的名义 汇到应小微下面的四家基金会 用洗钱的方式 最后应小微拿到4500万 但另外一个关键 1500万呢 这几天大家在吵都是1500万 包括了USB里面的档案 包括大家传言的很多种的说法 其中周刊有报道说 这所谓的1500根本不是时间 因为他把所有柯文哲当天的时序 全部都调出来 在1500当天 柯文哲确定是跟里长来见面 所以这个时间说 就已经不在这里面了 所以现在怀疑 是不是跟金钱是有关系呢 尤其是最关键的事情是 检方又找了新的帮手来查金流 这1500是不是就鉴止 这所谓柯文哲收费的1500万 未来可以看 好 第二本的 这个所谓的剧本 所谓的账本 就是所谓的木可账本 这个木可账本金额至少是7300万 这个重点在哪里 就是柯文哲不是都说 他不知情不知道吗 没有 柯文哲或许是里面 最聪明的人 因为简连把所谓的对话记录 还原了 掉了出来 发现他跟李文娟 就是木可的负责人李文娟 的这个对话记录里面发现 其中柯文哲有曾经问他说 这个知名大亨 媒体大亨给我的100万呢 以及知名的食品负责人 给我的50万元呢 另外里面还有提到 哪些是从木可支出的 哪些是从选举的剩余款来支出的 请问我还有多少钱可以用 最后还特别写到 我会再找你讨论 表示什么 柯文哲全部都是知情的 而且木可金额也高达了7300万 好 第三本的账本是什么 是柯文哲的账本 现在对于柯家来说 难以解释的东西太多了 第一个是木可给柯文哲400万元 当时说是肖像权 但检方要查 确定是肖像权吗 还是用一些透过小物的方式 来进行转 转一转之后 最后转到柯文哲账户里面去 第二个是700万 这个700万 陈佩吉第一时间有解释 当柯文哲去演讲 当柯文哲去上节目 这个钱我就会把它收折 这个是700万的由来 但是钱有这么多吗 检方是咬定他的收支不符 第三个是什么 柯家的子女 原本说是只有几百万 但是你可以看到 现在检方查出来是 至少超过了600万元 那这些钱真的有到这么多吗 这个柯家的收支不符 就是检方未来要咬的重点 另外第四点跟大家提到 是金华城案 柯文哲跟彭震生的关系 检方一样是用这个对话记录方式 以及诸多证人的方式来进行勾串 他发现说呢 柯文哲有一套所谓的PM育人数 在北市府当时有个传言 就说要过的案子找彭震生 不要过的案子找李德权 那这一次金华城的案子 特别是找彭震生过来做 而且很多的公务员 以及相关的证人 相关的被告都咬出 这起案件 你要送公文到柯文哲那里的时候 不是放在桌子上的他皮 而是要柯文哲当面看完 他马上来做一个裁事 所以表示柯对于这些案子 非常的重要 以及两人对话记录当中 有写到柯有回传说 既然是共识诀 那就这样来解释 这样来解释 是不是被检方认定说 是不是把全部的过错 都推给彭震生 要马把所有的过错 全部都推给都省委员呢 这些包括从金流 包括推卸 包括柯文哲的知情 就是这一次周刊爆料的三个重点 未来解释会不会从这边 来继续抽丝剥茧 我们可以持续的观察下去 好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 最近情形 把嫌尽头还给棚内主播 好 主播各位观众 待您持续来关心 金华城的案件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呢 是涉犯贪污图利罪嫌 遭到挤压境界 今天也已经来到了第六天 而昨天呢 终于大家也是听到说 他是拒绝提出抗告 怎么说 在昨天中午的时候 他就透过委任律师 来发布声明 表示说呢 这个他是不想要让法院 有所为难 所以是不愿提出抗告的 那他就是希望说呢 检察官呢 可以在这几个月呢 专心的来办案 早点来厘清整个事情的真相呢 那其实很刚好 同一时间 就在昨天中午的时候 检察官他们也是来借题 来询问 审庆金 讯问时间多达了 大概2.5小时 当时呢 您也可以看到 这个审庆金 他的身体状况 是看起来非常虚弱的 还必须呢 是要做的论语 由法警雷推进去 那不排除 检方昨天传讯他 就是要来厘清说 相关的金流 还有这个沸沸扬扬的USB 毕竟上面呢 其实他就是写着 小选1500选庆金 大家就很好奇 1500到底是下午的三点钟 还是说是1500万的金流呢 那虽然民众党呢 他们当时第一时间 就跳出来说 这个1500值的 一定就是下午的三点钟 但是根据周刊最新的提报 他就表示说 其实检连是根据USB里面 记载的这个工作记录 前后来比对 就发现说 其实高几率说 有可能是1500万的金流 而并非时间点 另外还要厘清什么 也就是省现金 行贿给易小薇的 4500万元 除了是行贿给他之外呢 这个金流到底还流向了哪里 还给了谁 也都是检方要来厘清的真相呢 其实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能知道说 柯文哲是非常关心这个案子的 并不像他 像外界所说的是 完全都不知情 怎么说 因为呢 检连就有发现说 其实这个柯文哲啊 他在过去呢 其实就有曾在 微经集团底下的子公司 上面的便签就写啦 土产业局长 怎么做都行 快就好 因为说这个 公文来来回回 已经花费了 大概两个月的时间了 所以呢 他是亲自呢 在上面来交接 那除此之外 还包括说要来比对说 柯文哲和彭震生 他们两个人呢 私底下的在 赖上面的这个通讯记录呢 是怎么说的 也就是说 他们其实都非常关心 所以检察官就不排除 当时他们早就知道 有这些事情 金华城案 有可能是有串供的疑虑 那也是都是检方 要来厘清的关键了 那其实柯文哲的案件当中啊 因为不只是金华城案 他还设犯了 这个政治现金的假账案 这个金流呢 是错综复杂 相当的庞大 所以呢 北检呢 他们现在也不只是 原本的这个主任检察官 来进行侦判 他们是采团队合作的方式 不只是像是有江振玉 还有他底下的两名检察官 包括呢 说像是林俊妍 以及郭建玉 两个人 现在呢 又再加入了一名新的检察官 他同样也是中组 黑金专组的 他其实呢 在今年四月的时候 就已经侦办了 这个ACE王牌交易所 虚拟币的这个吸金案件 这个人是谁 而这个人也就是 陈文景的 这个检察官 那他其实呢 过去是有在 经济方面呢 是有高度者专业 毕竟呢 他也曾经到这个泰国 来进行进修 那么就希望说 现在团队呢 加入了他这名新角色呢 可以来早点 厘清整个金流 那么其实我们也能知道说 昨天检方是借题了 像是这个沈静晴 有没有可能昨天借题 问完他之后 今天啊 这两天再早来 像是应小为 或者是吴顺民等人 要来厘清呢 其实都是大家来值得 关注的 那我们新闻团队呢 也会随时在现场 为您做守候 以上就是现场 最近行刑 将镜头再交还给捧妹 柯文哲的Excel档案中 那句2022 11月1号 小沈1500 沈庆金的解释 众说纷纭 有人说是围经小沈 给了1500万 也有人想替他解释 说是那天的下午3点 要与沈庆金碰面 但现在周刊发现 那一天 柯文哲人都在跑行程 下午2点到5点多 就在大同区中正区败会 时任民政局长 蓝世聪也陪同 而且当时柯文哲 还有被媒体捕捉到画面 算一算等于没有多余时间 与微经集团主席 沈庆金见面 时间太久了 也拜会很多人 蓝世聪记不得了 或许是也不愿想起来了 回到2022年 11月1号下午 将近两点 包括柯文哲 蓝世聪 还有当年身兼 大同区里长联谊会会长的 彭莱里长何英辉 时间大约三点结束 就是唯独不见 沈庆金的身影 蓝世聪和英辉都不记得了 那好继续往下追 时间来到当天的三点半 柯文哲又到了大同区 拜会里长 蓝世聪一样陪在旁边 还有大同区区长方月琪 那这位区长还记得吗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云音信箱 多声后开始起飞 直接关机 没有回应 那一天的几大关键证人 统统不记得 同天下午四点左右 柯文哲转往中正区 继续拜会当地里长 直到大约五点 才结束行程 既然行程都被记录下了 就代表Excel里头 写的小省1500 根本不是时间 那到底是不是金流 或许柯文哲 想藏的真相 就要水落石出 东森新闻 镇中心综合报导 球车抵达北检 坐在轮椅上的 就是威京集团主席 沈庆金 主席身体还好吗 双手背上扣 还用外套遮挡 很难想象他身为富豪 扶植家中的USB 是否幸会的关键证物 检察官要来查 而讯问结束后 沈庆金不用轮椅了 站起来走上球车 只是偏偏 9号中午 柯文哲的委任律师们 才发声明 具体抗告 时间点 耐人寻味 借题因为还要跑公文流程 所以通常不会当天安排 而抗告有10天的期限 今天也不是最后一天 所以今天碰巧 柯文哲决定不抗告 还有借题的部分 应该只是巧合 狂追可疑金流 不排除检方侦查 有重大进展 才会提许 羁押境界的省庆金 他虽然与外界隔绝 但北索其实可提供 被告申请订报纸来看 看守所都会做相关的隔离 或是把报纸相关的内容剪掉 因此不会有串供的问题 谁贪污 谁图利 谁贿赂 警方抽丝剥茧调查 毕竟柯文哲的夫人 陈佩奇 在小草大会上 都是说柯文哲没有错 错的都是别人 他指派的专家记忆人同意着 那帮他盖了市长的甲章 结果现在变成我 我的先生被靠手铐 当初的专案经理 就是时任副市长彭震生 陈佩奇说 他盖了柯文哲的章 柯文哲对金华城案都不知情 但明明变迁公文章 甚至上头写的速审速决 都证明柯文哲全知道 但陈佩奇还是觉得老公是对的 他在会议里面的什么委员 他完全一个不认识 金华城案背后前仓多少 台湖市镇 检方一一搜查案情 逐渐明朗 东城圈社会中心 台北报道 他会看到的是比较不一样的 是他今天中午 看起来还有似乎一些身体 比较不舒服的情况 当时他是坐着轮椅 坐进了台北地检署 但是出来的时候 似乎有比较好转已经能自行行走 由法警陪同上走上了球车 但是比较不一样的是 当时他其实有一度用衣服来遮住手 但我们刚刚也有看到是 他走上球车的时候 已经有很明显守备上号的情形 结束完应讯之后 就坐着球车要回到台北看守所 而其实蒋连在今天 北检是将他在中午的时候提讯到了北检 而在收走大概四点多已经问完了 之后就来结束这场应讯 但是为什么这一次会来提讯他出来呢 就可能和1500这个数字 大家这几天一直都在讨论的有关系 因为柯文哲被查扣的一个USB里头 的确里面有写到 2022年11月1号 小沈1500审庆金 但是这1500到底是什么数字 是1500万还是下午三点钟 大家都在猜测 但是柯文哲对这1500的说法是什么 会不会和沈庆金说的有落差 也就是今天可能提讯的重点 主要检方就要来交叉比对他们的公词 而北检在稍早的时候 也有发出声明 有强调说 没有泄露任何的消息 给任何一间特定的媒体 而现在为了要厘清这个质疑 已经分他自然要来开始争败 要查明相关人员 有没有涉及不法的情形 以上是我们掌握最近消息 把新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左连民众党号召小草来上街头 声援柯文哲 结果立委们激动还比较激动一些 像是陈钊兹 他就说柯文哲现在可以说是个菩萨 而吴春成则说 柯文哲要当台湾曼德拉 关多久都没关系 这也让时代力量党主席 王婉玉痛批 根本已经邪教化 柯P是一个视线的菩萨 他用他的肉体 要让你们看清楚真相 民众党立委陈钊兹 语出惊人 形容柯文哲是视线菩萨 一旁的黄珊珊表情相当尴尬 不过同党对柯文哲的浮夸形容 还不止这样 民众党号召小草们走向街头 可是黄国昌明明就说 小草集结是一场和平理性的活动 但没想到自家立委发言 一个比一个还狂 这时还有人不小心口误 下意识喊出力挺民进党 被网友抓包 卧底终于藏不住了吧 不过仔细看台下小草 听得入迷 完全不觉得哪里不对劲 民众党的邪教化 造神的来形容 他是一个为了台湾 受苦受难的政治良心犯 时代力量大力批评 也让人想起来此情此景 似乎有点眼熟 电影《周楚除三害》当中 这个桥段 信徒们听着歌曲沉浸其中 是不是让时代力量有所启发 拿来痛批民众党 这时绿鹰也来加入战局 这场活动还是轮于柯文哲 一人政党 而且一直神格化柯文哲 民众党试图用各种形象 把柯文哲塑造成悲剧英雄 却被外界炮轰比喻失当 想要声援柯文哲 想不到可能先造成反效果 这三新闻知识中心这么报道 要提抗告吗 柯文哲委任律师陆正义 一早拉着行李箱 到台北看守所要见柯文哲 就是什么问题是抗告 就是今天有送眼镜过来吗 只是问题听到了 但陆正义一概不回答 柯文哲5号被裁定积押禁建 双手上铐走上球车 什么时候提抗告 一直都是焦点 对此律师团在9号上午 发出不抗告声明 表示以辩护人的职责 应该要依法寻抗告程序 寻求司法救济 但柯文哲早在开庭前 就明白表示 不愿意让法院为难 如果遭到积押不愿抗告 请检察官在两个月积押期间 重尽一切调查义务 后来律建也确认柯文哲不提抗告 这样的做法法界怎么看 不提抗告的部分 我认为他的说明 有透露一些意涵 那就是说 他不想要让法官为难 或许他已经是不相信司法 认为说抗告也无效了 那甚至就是认为说 有一些外力介入 不然依照相关市政来做一个处理 那他一定是认为说 结果一定是没法依市政来处理 所以才会让法官为难 律师林志询则是认为 不要为难法院是场面化 抗告也是向高等法院提出 没有什么为难与否的问题 反而认为阿伯太天真了 积压程序一旦启动 就是一直蓄杯到起诉为止 直言柯文哲可能会被严压 柯振营寄出不抗告这招 也引发法界讨论 如果对外宣称说 他不提抗告的话 某个程度来讲 他可能是要展现说 他可能是无辜的 其他的犯罪嫌疑人 他们提抗告 全部都被驳回了 所以坦白说柯文哲的部分 如果要提抗告 抗告成功的几率 坦白讲是比较低的 律师更透露 与其把所有时间 放在写抗告状 不如在这两个月内 想办法拟定新的防御策略 尤其检方整办内容 频频外泄 北检表示 绝对没有违反侦查 不公开 已经分他自案调查 多云新闻林湘玉 彭新美 台北报导 净化成案已经激压五个人 检方不止查图力 更要查贿赂 实用目的就是要厘清 错综复杂的金流 但下一步怎么走 不排除就会传唤 柯文哲夫人陈佩琪 柯政府时期独创融机奖励制度 让金华城的土地融机率 暴增到840% 选信经不法获利200亿 柯文哲明知违法 还执意为之 涉嫌图利罪收押 但有没有收贿 检方持续厘清账务资金 首要调查先从陈佩琪开始 本人变成了一个名人之后 我就很少去柜台了 用一个机器对我来讲比价没有压力 用ATM理财的方式 变成人家离知我罪名的一个证据 除了有可疑资金汇入陈佩琪账户 还在柯文哲家中 搜到关键USB记录神秘账册 追金流依旧卡关 而柯文哲卷入多起币案 还有北市客案第一雨果市场改建案 台志瓜案和南港转运站BOT案 再加上政治现金假账案 不只陈佩琪下一个约谈对象 可能还有黄珊珊 北柬由主任检察官江振玉领军 率领检察官林俊炎和郭坚玉 再派出陈文景 裁刀医师前证不够吗 AC王牌交易所利用虚拟币吸金22亿 陈文景从复杂金流中追出炸团洗钱真相 陈文景是政大经济法律双主修毕业 司法官训练所54期结业 曾到泰国进修洗钱防治 具备经济专业 对数字有极高敏锐度 天下第一检中组 用团队合作模式办案 加入金流高手 要找出隐藏在数字里的贪污密码 东南新闻社会中心综合报道 好 现在检方很有可能 连黄珊珊都会进行约谈 毕竟她当初在选举的时候 她知道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所以现在一旦出事 跟她完全脱不了关系 现在在民众党里头 大家认为能够领导的 可能就只剩下党团的总招黄国昌了 不过黄国昌她是不是还有打算 要继续参与选举呢 之前她说新北市长是选项之一 但是因为黄珊珊 已经不太可能再选台北了 所以有国民党的议员就推测 黄国昌如果想要维持 她的政治声量的话 有可能会改选到台北市去 选台北市长 因为民众党昨天的这个开讲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 几乎都是黄国昌在主导的 所以才会邀请萧续层到场 那么有人就讲说 是不是已经准备要开始 收割民众党了呢 因为现在看起来黄国昌 他本来说他不会去管党务 但是呢他也说 面临到现在的挑战 不可能置身事外 这是不是要打破了 跟柯文哲之间的承诺呢 难道这代表黄国昌决定打破 当时跟柯文哲的协议吗 尤其会插手多少党务 柯主席还在北剑 只会更担忧 民众党如今谁来主导 党内似乎暗潮汹涌 传出双簧 互别苗头 为什么一天大晚在做这些 见缝插针的事情 这种见缝插针的事情可以停止 有没有见缝插针画面会说话 8号台上民众党开讲 黄珊珊和黄国昌就离得好远好远 另外在台下 黄珊珊忙着跟支持者谈话 黄国昌经过没上前打招呼 反而绕道而行 另外民众党前立委蔡碧如 也在场跟小草闲聊 拼命这三人似乎就是不想有太多交集 尤其蔡碧如是创党重要推手 虽然不在现今的权力核心 也没有党职 还是愿意为党贡献心力 这几个月应该不会 应该是我主席停假这三个月之后 我们再看整个民众党的局势 再来做决定 蔡碧如顾问 她过去参与台湾民众党的党务 那现在因为身份的关系没有办法做 那我也相信 那蔡碧如顾问 她一直也很关心台湾民众党 黄国昌强调 蔡碧如公务员身份 似乎有意无意提防她重回党中央 只是柯问哲被积压禁件 未来是否被党内处分 中品会主委李伟华说 起诉不等于一定会怎么样 但回顾先前 前党员马志威 设犯反渗透法 被法院裁定收押禁件后 也被除迷 质疑民众党又要双标了吗 中品会 他们对于现在目前主席请假的状态 所做的解释 以接下来面对不同的状况 所做的决定 这个都是要尊重中品会 他们的权益 只是就怕柯主席如果遭处分后 恐怕民众党就得面对 必谈的代理主席问题 黄国昌 黄珊珊 蔡碧如三人角力 也逐渐浮上台面 东升新闻正中心综合报道 现在黄国昌看起来出头了 反而是柯文哲身为民众党主席 他被积压禁件之后 他之后的政治之路 看起来非常的渺茫 前总统陈水扁好几次都发文 似乎对于柯文哲的遭遇很有感 他甚至还说 看到了柯文哲进到熟悉的禁件牢房 让他自己都不时的心计 还会喘不过气 他说这是创伤后压力 症候群复发了 真的有这么夸张吗 那么今天有媒体人就分析 陈水扁就是趁这个时候 要消费柯文哲 来强化自己在外面的正当性 前总统陈水扁再次发文声援柯文哲 提笔写下心事谁人之痛苦吞赴内 也或许柯文哲现在的痛苦 陈水扁感同身受 甚至让他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再度复发 陈水扁发文写下 自己在鬼地方生病了 柯文哲是第一个主张成立医疗小组 还担任召集人 甚至保外就医期间 柯市府文献馆还为陈水扁出版 名叫坚持的回忆录 如今看到柯文哲进到熟悉的禁件牢房 让自己三不五十就心计 甚至喘不过气 陈水扁这个时候我们讲只是借机消费 得了便宜还卖乖嘛 利用柯文哲这个杠杆来去诉求 来去强化他现在在外面的正当心 回顾扁柯两人的微妙关系 其实都是互相利用别有用心 毕竟2019年的陈水扁 对柯文哲的评价是从政治素人 变成政治老千 原本作为独立参选人 参选总统赢面很大 却阻挡把自己做小 更批评柯文哲是和郭台铭 王金平玩起政治游戏 预言柯文哲的总统之路 恐怕提前结束 这个老实讲 我也觉得整个过程还是怪怪的 不可以上台 但是可以在下面接受这个 办这个签署会 那个也是怪的 国家的法治还是会垮掉 柯文哲口中的怪 讲的就是保外就医 却到处走的陈水扁 陈水扁当时还回呛 柯文哲是过河拆桥 连妈祖都不会原谅 但两人的心结 似乎就在柯文哲 陷入司法争议后 化为无有 现在的柯文哲就是过去的陈水扁 未来呢 一样他也会深陷淋雨 未来一样他也会诉求政治对抗 先是发文要柯文哲坚持 后又同情柯文哲遭遇 扁克之间是同病相连 还是柯文哲将与陈水扁 走向相同结局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柯文哲跟陈水扁 还是有一些些的不一样 因为呢 现在这个年代不同了 他有很多的影片可以先录好 在积压惊剑之后呢 再慢慢的释放出来 像是其中一支影片 就要小草们好好生活 结果呢隔没几天 党中央又要小草们上街抗议 这是不是在割草呢 而另外呢 到了小草的现场 又公布了另外一段 柯文哲的预录影片 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有预录 多少影片还没有播出来过 那里头呢是在继续的痛批 司法不公 这也让现场小草们情绪激动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仍在台北看守所 但早就录好影片 强调自己有多委屈 涉入金华城案 似乎早就知道会被移送 一直发影片 不过看看他 5号进到看守所当天 也公布影片 跟8号晚间上街抗议播放的影片 定调有很大落差 不好意思 让大家担心 其实你们照顾好自己 就是对我最好的帮忙 请大家认真过每一天 快乐过每一天 我希望 司法有基本的公正 我也希望台湾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希望台湾可以更好 这是我们要继续努力的 一下安抚小草 一下又煽动小草 被外界指引 到底要小草怎么做 作家黄月衰在脸书发文 痛批民众党 柯文哲关进开守所前 预录影片要小草好好生活 民众党中央却以怒吼激将方式 号召千人北上抗议 莫非又是一场 柯氏预先彩排的歌草戏吗 全世界要正义 全世界要正义 自卖要公平 自卖要公平 8号晚间 北市济南路上 小草带着青色布条 高举看板不断呐喊 网红馆长当然不会缺席 为什么绿的你都不败 柯文哲毫无金流证据 你就敢压人 是不是压人取公 赖青德放人 赖青德放人 只是司法有没有不公 柯文哲有没有犯法 不是小草们说得算 民众党声援抗议 究竟还会出什么招 各界都在看 中文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导 好 没有错 柯文哲不提抗告之后 就是两个重点 第一个他剑指检察官 相信法官 第二个是他不想要再延压 希望鸡押两个月就能出来 并且要拼的是一二审 他把赌注全部都放在 法官这个地方 但是现在尽管不提抗告 柯文哲跟检方 这两个人 这两方 他们的大战 是不是还在暗潮汹涌呢 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在今天接近中午的时候 柯文哲发出的声明不抗告 没想到在下午一点多的时候 检方是立刻提训了 威京小沈 沈庆金来到北检 这时间点未免也太巧合了 警官检方说 他可以证明说 我是前天或前一天 就已经要提训他 但是这个巧合不免 让人家会有一些猜想 而现在的关键点是什么 沈庆金到底来北检被提训 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们先给你看到这个画面 这是沈庆金大概一点多的时候 从求车下来之后 来进到地检所这个画面 你可以看到他的身体非常虚弱 他坐着轮椅 下面是还有戴手铐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可以想见 他从土城 风尘仆仆坐上求车 到这个地方 对他的身体来说 当然影响会是非常的大 而在下午两点多的时候 他的委任律师胡元龙 也到了现场来陪他 一起来做应训 这过程的内容 我们有询问他 但是低调 没有来做回应 但是现在外界有来猜测 到底北检来提训 沈庆金的意义 跟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个部分先跟大家讲的 绝对不可能跟土力是有关系的 而是完完全全都聚焦在 金流上面 尤其是趁沈庆金会不会在 虚弱的时候 能趁他这个心房比较弱的时候 能够去切入呢 我刚刚有提到了 沈庆金他有就医的记录 而且他当时被高原驳回的理由 竟然是你没有重病到不能积压 对他一个七十几岁的人来说 他身上有很多慢性病的人来说 当然他的虚弱你刚从画面当中 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而且过去是检察官到北索去找他 这次还特别把他从这个土城 用提训的方式 来做求测的方式 来到北检 是不是让他的身心灵 更有受到一些影响 能够去突破他的心房呢 那突破心房的关键就在于 这几天大家在吵的 USB里面的1500到底是什么 1500万还是1500真的是时间呢 尤其是如果你身为一个行贿者 你已经给出了4500万的 这个行贿的款项 有3000多万 3000多万已经被映晓威拿走了 你总该会知道说 这里面的钱是要给谁 有什么样的用 甚至这剩余的1500万 是不是真的给柯文哲呢 会不会检方在这个过程当中 直接让沈庆金把柯文哲给咬出来 我们可以来关注 好 另外现在 柯文哲的声明发表之后 律师林志群 他也特别在脸书上面发文 他直接直指阿伯 你会不会太天真了呢 他说律师想要提抗告 但是阿伯不要 里面有一个关键 他说让检方好好查两个月 他认为阿伯太天真的 原因是因为检方不单单只会查 两个月就会放人 甚至他不排除 可能一审判决后才会来放人 那另外不要为难法院这个用词 他认为说 这就是一个场面化 因为抗告就是给高院 所以没有所谓的为难问题 好 但不管如何 沈庆金到底在这个提讯顾问当中 讲了什么 以及什么时候来还押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 为你掌握分析 好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 最近情形 把时间尽头还给检内主播 好 主播 各位观众学 大家关心命中的主席 柯文哲呢 因为这个金华城 弊案被法官裁定 激压禁件两个月 而最新消息呢 柯文哲不愿再提抗告 这原因跟理由呢 其中一下他就提到说 不想让这个法官为难 那可以看到其实民众党这边呢 也将整体事件呢 定调为是检调单位的司法迫害 也喊话说 希望这个司法单位 能够误往误纵 公平来启动调查 因此呢 现在被解读为说呢 柯文哲这不提抗告 背后的原因呢 似乎想要挑起这个检方 跟院方法官之间的一个对立 那我们来听一下 国民党议员钟晓平的最新说法 检察官追查等等 然后即使积压 也要法官批准嘛 大家还是操弄政治 为了各党利益 然后远远的 远远的超过追求事实的真相 远远的超过政治的金流 这等等 这个其实证据已经很清楚了嘛 所以大家不看这个 其实大家心都蛮偏的 我觉得蛮坏的我觉得 好 我听到呢 除了这个钟晓平是表示说呢 其实柯文哲这整起事件呢 现在已经升格为一种政治攻防了 反倒是呢 有来淡化这个事实的真相 但是现在外界有一种说法 认为说呢 柯文哲不提抗告 其实背后原因就是怕 后续这个裁定的击押书内呢 会曝光更多对柯文哲来说 是致命的罪证 也会让柯文哲的形象 持续大打折扣 以上也是我们掌握到 现在最新情形 先把时间镜头交完给宫内主播 讲话之后有刻意回避镜头 除此之外也有看到 她的手其实有用衣服来遮 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双手有被伤口 而她身体也有一些不舒服 因为是整个人坐在轮椅上 被推进了台北地检署 而除此之外 会不会有其他人也被提讯来 台北地检署 都是大家现在要关注的重点 但是为什么神庆经会被提讯呢 而她的律师也已经陪同 来到了地检署 为什么她会被提讯呢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和1500 这个数字大家都在讨论的有关 因为大家就有发现说 柯文哲之前有被查扣的 一个USB里面有写到1500 2022年11月1号 小省1500省庆经 但是这个1500到底代表的 含义是什么呢 是给了1500万 还是下午3点钟呢 大家都在猜测 但是柯文哲自己本人是怎么说 和沈庆经是不是说法一样 现在简连也是约谈她来 要提讯她来的重点 就是这个要交叉 比对他们的公词 但是呢 北地检署稍早又发出声明 来强调说 是对是没有给特定的媒体 任何一点消息的 因此他们现在为了要 厘清这个质疑 因此还有分他自然要来调查 到底有没有相关人员有涉及步伐 以上是我们掌握最近情形 把新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主播各位观众 下期的所在位置就在台北地检署 持续来带您关心 金华城安的最新进展 而在中午的时候 简连又有针对金华城安 又再度有动作 就是来首度来提讯了 威京集团的主席审庆金 在早上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在看守所 守着的时候有看到说 其实审庆金的律师 有去律见的 不过他在中午的时候 就首度被来到北检来提讯 主要就是针对 最近可能大家都有看到说 柯文哲的USB里头 其实有一段话是 2022年是有写到 小沈1500审庆金 到底是时间还是金钱 因此今天也首度来提讯他 要来做出说明之外呢 主要还是有来说出金流的部分 因此他现在讲的 任何一句都是关键 以上是我们掌握的追星庭 柯文哲的委任律师陆正义 一早十点多拉着行李箱 出现在台北看守所 要来见柯文哲 任何问题陆正义 一概不回答 通通得一的绿剑丸在说 虽然算柯文哲 从5号下午被裁定 积压禁剑 双手上铐 走上球车 如今在看守所 已经待了第五天 但随着陆正义 前脚刚离开看守所 律师团就发出 不抗告声明 强调以辩护人的职责 应该要依法 寻抗告程序 立拼抗告发回北院更审 但柯文哲 曾向法官表明 不愿让法院为难 如果遭到积压 不愿抗告 请检察官在两个月 积压期间内 穷尽一切调查义务 我会尽力配合 经过律师团 再三确认 柯文哲人不愿 提起抗告 只是实际上面 抗告成功的几率 非常渺茫 因为提起抗告 会被驳回 也有可能再遭到高院 再继续陈述柯文哲 明知违法 涉及相当一些 违法的行为等等 进华承案 从第一个被积压的议员 应小微开始 到目前为止 已有5名被告在押 除了柯文哲之外 其余4人提起抗告 包含 威京集团主席 沈庆金 议员应小微 还有他的助理 吴顺明 以及时任 台北市副市长 彭震生等等 但上周 统统被高院驳回 今晚柯文哲 有10天的抗告期限 在9月15号 深夜11点59分以前 都能提出抗告 但如今 柯文哲连 抗告程序也不提了 也就等于说 放弃力拼 重获自由的机会 确定在看守所 得待好待满两个月 只能靠律师天天律见 只不过对于 小草们和太太 陈佩琪来说 不抗告的这个决定 恐怕一时难以接受 这新闻 林尚玉 彭西美杰新北报道 好 没错 柯文哲不抗告之后 他后面的盘算 跟他的策略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先简单 帮大家来厘清 他这一次不抗告的 三个理由 分别是地院的家庭 有瑕疵 家里有有瑕疵 第二个事情是 柯文哲不给法官压力 他尊重法官 但是同时 希望检察官 这两个月内 好好地来查 第三个是 他们今天二度 去找柯文哲 柯文哲也确定了 我确定就是不抗告 这是三个重点 但现在法界 把他整个的 这个声明 全部都看完之后 发现了几个猫腻 为什么他不提抗告呢 第一点 我们都知道这几个 包括了沈庆经 吴顺明 彭正生 应小微 这些赛压被告 他们提出的抗告 通通都被驳回了 想当然而 柯文哲提抗告的 失败几率 当然非常高 所以没有人会把头 伸出去去给别人打的 所以他们宁愿不要提 同时继续去打 这种悲情牌的可能性 好 第二点是什么 我刚才有提到 我给检方两个月 而且我同时尊重法官 这个在法界 人事眼里是什么 一 我们积压 两个月之后 其实检察官 可以再申请 严压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 柯文哲 跟柯文哲律师 已经吃定了 就说 我只给你检方 两个月的时间 去办案 如果你这两个月的时间 你没有办出一个所以然的话 那就请你放了我 而且我已经给你说了 两个月时间 我会配合你调查 那之后 如果严压的话 包括柯文哲 包括他的支持者 是不是更有理由 站上街头呢 另外 他直指检察官 同时也去捧了法官 他说 法官很辛苦 我们不要给压力 这是不是也是未来 包括一二省法官 他们在做新政的时候 认为柯文哲 其实是有配合调查 所以他现在是捧法官 去搭检察官 好 第三个 特别重要是 这一份声明 也被法界认为说 是不是有隔空串阵呢 法界用一个心理学的理论 叫做囚徒困境 这个囚徒困境的理由是说 囚犯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最后大家会一起赎 变成一个坏的结果 我先简单跟大家讲 好 今天如果两名的罪犯 一个是坦白 一个是拒绝认罪的话 一个惨 一个活 但如果双方都承认的话 那今天双方就起平单 喷单这个罪行 但是如果双方都不认 尽管你有犯罪证据的话 你的罪行都不会非常重 而我现在讲的第三点 就是柯文哲跟柯文哲律师 的考量吗 你可以看到 他说了 我只给警察官两个月的时间 他是不是在跟 所有的在押被告讲说 你撑到两个月完就好了 你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转为污点证人 你转为污点证人 就跟我刚刚讲的 囚徒困境的状况是一样的 你咬出一个其他人全部都惨了 但是所有人 如果都维持原状 维持现状 我们都不认 我们都不讲 我们撑过两个月之后 我们更有底气说 我给你两个月的时间 你没有办法查出一个 所以然 是不是全部大家都可以释放呢 所以这个声明 也被外界跟法界人 认为说 是不是有个 隔空串阵的可能性呢 但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尽管不提抗告 但是柯文哲跟柯文哲律师团 持续在做一个 司法的攻防 好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 最近情形 把时间镜头 还给同内主播 柯文哲遭到鸡压 进入台北看守所 今天是第五天 最近消息 柯文哲律师团 就在跟他表示 不会抗告 这是最新提供给你 好 没有错 柯文哲已经被鸡压 被收押了第五天之后 本周的焦点 大家就在想说 柯文哲跟检方的第三站 何时开打 但现在又出现大逆转了 刚刚柯文哲的律师 发出了联合声明 表示柯文哲不抗告了 就是说 他不再跟高院提起抗告 确定会被鸡压两个月 这一份我手上拿着 就是柯文哲的 联合律师的声明 我一条一条念给大家听 为什么柯文哲选择不抗告 在第一条的部分 好 律师已经讲了 他说 他认为地院裁定 鸡压这件事情 他们认为说 有很多的认识用法 存在于多处的明显违物 所以我身为律师 我本来就应该 维护我当事人的权益 来跟高院提起抗告 来做司法的救济 但是关键在于第二点 他说 他跟柯文哲先生 于庭前及已向辩护人 明白表示 曾向庭上成名 不愿意法院 有所为难 如遭积压 不愿抗告 这里面透露一些玄机 表示在第二次的 积压停的 开庭的过程当中 他已经跟法官讲说 我不要给你太多的压力 如果你今天要无保 OK 要交保或是要积压 甚至积压的话 我都不会去提起抗告 原因是因为 我不要让你有太大的压力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就是我被积压这两个月内 希望检察官可以查明 我所有的事情 我也会配合调查 所有事情 希望大家可以 还我一个清白 好 这是最重要的第二点 第三点是在讲什么 今天不是我们有看到 律师到了北索去律见吗 我们一度外界都认为说 是不是要去签所谓的抗告书 因为彭政生 之前也因为这个案件 被退回了 还要去补签 但是现在看起来是 律师再次到了北索 跟柯文哲二次确认 柯先生 你确定你当时在庭上说的是 对的吗 我们是不是要去执行这件事情 他第三点说 柯文哲先生 仍然表示不愿意提起抗告 因抗告之提取与否 辩护人 依法不得违反 委任人民事之意思 所以呢 律师说 我还是尊重柯文哲的意见 所以他们在这次案件当中 不会提起抗告 而不会提起抗告之后 确定柯文哲 积压两个月 那现在外界一定会在怀疑的是 是不是真如同柯文哲 所讲的一样 不要让法官为难 所以 我宁愿积压两个月 但是检察官一定要查明 还是 未来 他们在司法攻防上面 在起诉上面 或是在后面量刑上面 他们在打什么样的司法攻防呢 我们也会持续的 为您关注 好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 尊敬请 把闲尽头 还给棚内主播 好 柯文哲已经被收押了 第五天了 这一周的司法攻防会 怎么走呢 我们来为您分析 我们分为柯文哲的部分 跟检方的部分 对于柯文哲的部分 当然就是要提杠告 大家不要忘了 从上礼拜四 他被收押之后 礼拜五 他的三名律师 马上到了北索去律见 但由于是周末的关系 北索是不能律见的 等于只有礼拜五一天 那今天这一天 是不是对他们律师来说 特别重要呢 尤其是经过礼拜六跟礼拜天 他的三名律师 想必已经想好了 整个抗告的诉讼策略 最后只是跟柯文哲讲说 我们未来的方向会是怎么样 再透过这种方式 会不会在今天或明天 就会提起抗告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柯文哲的部分 对于检察官的部分 好 如果对方来了提抗告 那我们就再看 高院的态度怎么样 如果真的驳回 或者是真的发回的话 那我们在家庭再来一战 但对于检方来说 抗告根本不是重点了 对他们来讲 是未来起诉 到底要怎么起诉柯文哲 尤其是 好 图例的部分已经证明了 但金流部分 有证明了吗 我们知道 北检为了办这个案子 还特别低落度 启动了端鼓 就是广纳所有北检的人才 全部都进来 现在就为了查 我刚刚讲的关键的金流 他们特别又找了一位人才 这是金流高手 陈文景检察官 好 我先跟大家讲 他的资历 在前几周的时候 有听到这个 S王牌交易所的 虚拟诈骗案件 由律师涉务这个案件 好 这个主办的检察官 就是这位陈文景检察官 他最后总共起诉了 138人 所以他就是一个金融跟金流 经济的专业 所以这一次的中组 特别再纳入他进来 想必就是为了要办这些金流 包括了最近这几天 在吵的USB 里面的1500 是时间还是金钱 170万 700万 好 这些不明金流 的确有被检方查出来 但关键在哪 他并没有办法勾计成说 是谁给他钱 或是从中有收费 或者是有行费的 这些可能性 所以这些数字 不单单只是数字 如果把数字串联起来 这就是检方要找陈文景检察官 加入的原因 未来他们就为了起诉柯文哲 从图利到所谓的收费的金流部分 全盘都要理清楚 好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近情况 把时间镜头还给棚内主